2019年以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 这个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 正逐渐铺成出一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化卷 正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三周年之际 多位香港青年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 科创资源丰富 加之国家给予的多重政策利好 为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 产业科技基础也比较雄厚 国际化的资源也很丰富 为产业资本人才聚集提供了一个保障 也为香港充分发挥各项优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国家对香港的青年提供了像内地参访 然后包括实习计划 包括青年的创业资助计划这些等等 那么整个汇港政策涵盖了就业 读书 生活等各方面 那么我觉得是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和支持 香港有时候会限制于它的寸土寸金的这个空间的局限性 那么有很多比如说包括物理或者是那种风力学的相关的一些朋友 他们就会选择到大湾区去创业 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让他们去实施 觉得大湾区有很多的人才的吸引政策 包括大家的这个住房的吸引政策 包括这个人才的奖励计划 也包括政府的一些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一些 孵化计划 还有这个导师培训计划等等 相关的这么一系列的一些政策支持 也可以鼓励这个香港的年轻人多去内地去发展 有香港青年认为 要融入国家发展 需做好冲突的准备 除了增进对内地政治 法律 社会制度的了解外 更要发挥自身优势 找准自身定位 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这个机遇 那么大湾区其实是中国未来 面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冲口 所以我觉得是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第一个就是主动的去了解多些国家的历史 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 这样对于理解国家 还有理解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发展规划 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是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你要了解政策 你要知道这些讯息 你才可以找到对的 你自己需要的 发挥优势 香港年轻人就是老好灵活 还有有好国际的视眼 你可以发挥到你的优势 将你的创意可以在湾区落地 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你要尽准自己的定位 就像香港在大湾区的定位 反而我们年轻人就将自己的发展 和湾区和国家 好紧密地连在一起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勇 多年来关注香港青年发展 他在受访时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 是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地 国际化优势突出 对人才的吸引力十分强劲 他呼吁香港青年把握给予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粤港澳大湾区 就等于把香港这个小岛 扩大了地理上 扩大了几十倍 人口方面扩大了十倍以上 等于说这个时候 就可以和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相提并论 而且按照我们这种的组合和内核 其实它更多元化 是一国两制 是三种的金融体系 和三种的对接世界 就是说香港是对接 国际的英语国家英语体系 澳门的对接的普与普及 而且这样就让香港的青年人 和专业人士 看到未来更更广大的前景 而且有利于吸纳 国际上各方面的精英 一起透过香港 融入到大湾区 融入到大中安华的 发展大局里面